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天天要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什么 反省 反省的时候最重要的 是要反省自己的过失 今天 齐心动力 隐语造足 有没有过失 有过失赶紧改过来 明天不要再烦了 那叫真忏悔 忏悔不是行事 这是早年 我学佛的时候 我二十六岁 张家大司教我的 佛家非常重视忏悔 忏悔不重行事 忏悔最重要的是 改过自信 这叫真忏悔 不是在佛前面祷告 那个没用处的 这是修身最高的指导原则 每天早晚课 早刻的用意在哪里 提醒自己 这一天呢 不发过失 晚课用意 是反省 是减点 我这一天 我这一天 有没有犯过失 如果有犯 要忏悔 后不再走 要没有这些过失 都是善的 善明天还要保持 永久保持下去 这是早晚课 精神之所在处 不懂这个道理 早晚课是白做了 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与佛菩萨不相干 完全是帮助自己 提醒自己 改过自行 勇猛精进 是这个意思 我今天从早到晚 齐心动念所作所为 有没有犯 佛所说点过失 有没有依照佛的话去做 这就是真忏悔 改过自行 每一天能够改一条过 三年以后 你不能成圣人的 那也是贤人的 你的体质相貌 一定会变好 你看你就像个菩萨 一天没有发现自己的过失 一个过失都没有发现 这一天就空过了 念佛 修佛 怎么修行 说老实话 白过了 空过了 一天至少要发现 自己一桩过失 要认真把它改过来 明天不再犯了 这叫真正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见解行为 这叫修行呢 忏悔的方法 忏悔的方法 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失 要认真反省 找出自己的过失 把自己的过失 认真改过来 这叫做真正修行为 同学要记住 不是在菩萨面前 祷告 我做了好多措施 请佛菩萨原谅 佛菩萨今天原谅了 明天再干 干了晚上再祷告 你这个没用处的 这是错误 自己要认真去反省 把毛病找出来 然后消除自己的毛病 改过向善 这叫真正修行 佛法里面这个 忏悔业障 重视在改过自行 做这些仪式并不重要 仪式是做别人看的 这个唱戏呀 唱给别人看的 用意在哪里呢 用意是劝别人回头 劝别人改过自行 是这个意思 你自己真正悔改 因为活必把这些仪式 用不住 这个我们要知道 张家大司过去 也教导 忏悔 怎么个看法呢 大司跟我讲的 只顾能改 后不再遭 这叫真忏悔呀 他跟我讲 忏悔不在一世 要种甚至 甚至就是改过自行 最重要的是 后不再造 就是儒家讲的 不二过 我的故事只有一次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同样的故事 这个是真忏悔 天天反省 监察自己的故事 若能发现自己故事呢 这在佛法里面叫觉悟了 自己有故事不知道 这叫迷惑 知道自己故事 觉悟了 把自己故事改正过来 这叫修行 是把你的行为 行为包括思想 修正过来 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迷惑 错误的行为 这个叫真忏悟啊 我们想想 自己是生死犯覆 不知道翻新 不知道改过 我们在六道迷惑 我们在六道认为 是每况愈下 不会提升 这个要知道 不是向上走 就走下佛路 这多么危险 前途 一团黑气 还能够放映 还能够懈怠 天平无常到来 手忙碌了 那时候吃了 来不去了 是必须趁我们身体 还健康 头脑 还清闲的时候 要认真 忏悟 要彻底 改过自信 修复 多少 要去分 像佛的样子 这才是 真正聪明 念佛就是灭罪啊 念佛就是忏悔啊 过去造无量无边之一 现在天天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语头零号 是一切善的总是 世出世间一切善法 无过于阿弥陀佛 所以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经上常说 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你一句一句戒断念 念先成念 这个功德得了吗 什么罪业都能够 唱得干净的 只要你肯念的 念就是灭罪 念就是忏悔